无法还击贸易战中南海改口谢川普 路透社认为中美贸战中方或不大可能出台同等规模反制措施 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10日美国宣布 以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收关税 中方虽表示震惊 但没拿出具体的反制措施 同时党媒还改变狠批川普特朗普的宣传口风 甚至还感谢川普路透社认为 中方或不大可能出台同等规模反制措施 7月10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对2000亿美元中 国商品加征10%进口关税的产品清单草案 美国贸易办公室USDR表明这份清单 是对此前301调查产品清单对500亿美元 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的修订和扩展清单 主要涵盖电子产品 但没有影响大陆民生的产品 如电脑和手机等清单 包括汽车零部件 家用电器 钢铁 家具 塑料制品 以及纺织产品 皮革制品等 未来两个月 美国贸易办公室将接受公众意见 召开公开听证 并最终修订和确定清单 之后不久生效对此 中方表示震惊 但是没有马上拿出具体的反制措施 路透社7月11日称 国际知名投行 瑞银UBS报告称 预计新一轮的加征关税措施可能会在9月份正式生效报告 预计中方会对美国贸易政策表示抗议 但不大可能出台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部分由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较小 去年仅1500亿美元 此外考虑到前面的帽 一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 因此报告认为 中方可能会在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同时 尽力避免局势恶化 升级报告认为 中方可能会对部分行业的美国对华出口 和在华经营活动出台反制措施 但可能不会激烈到一定要对美国企业 造成同等规模的经济伤害 引发美国进一步升级报复政策报告 预计美方本轮贸易政策很可能最终生效 但短期内不会引发全局性的贸易战 即美国对全部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中方也是如此 并且出台严重的非关税壁垒报告还认为 中方也不太可能主动以人民币贬值或抛售美债 来作为应对贸易战的工具 但随着贸易战升级 尽管央行会尽量保持汇率基本稳定 但人民币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美国政府时日宣布 将在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 中国三大股指应升大跌或只失守2800点大管理案人民币开盘 一度跌于400点中共政府下属的一个精英智库 于近日警告出现金融恐慌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这进一步震撼了市场中美贸易战7月6日打响第一箱 当天起双方对340亿美元征收关税的产品 各自加25%的惩罚性关税 但在贸易战第四天 也就是美国宣布你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前一天 中方主动表示要扩大进口 促进对外贸易平衡 同时中共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回应贸易战影响时提出4点措施 除评估影响 增加税收 调整进口结构 还承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及改善投资环境等 而由新华社环球杂志副总编刘宏创办的微信公众号发文称 释放4.1位深长的信息文章 总结中一改以往官媒批川普的态度 称正是川普的这种非常之举 迫使推进所谓的改革开放 若干年后回头看 我们或许还真得要感谢川普 该文被中国众多门户网站和官媒转发 甚至标题改为中国要感谢特朗普 馈赠了贸易战大理大陆之名的经济 学人龚顺利近日也向大纪元表示 面对中美贸易战 实际上北京是无牌可打 财经分析师布格斯 Mathieu Burgess对彭博社分析 若从股市的角度来看 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已经赢了路透社 援引荷兰合作银行的麦克尔 Michael Avery表示 中国将面临一段非常棘手的时期 经济增长承压出口承压 股市和汇市也承压 实际上到处都紧零大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